吉良先生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雨春 歡迎大家收看吉星高照 第二次會覺得會比較熟悉的感覺吧 因為第一次呢就是會 整個的這個路徑啊流程啊 很多東西其實都不太了解 那第二次應該就是會比較熟悉了 嗯我覺得其實會是一個 嗯挺好的事情 但是其實也是一件我覺得挺有挑戰的事情 因為當你其實沒有一個 參考或者說對標的一個一個藝人方向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東西可能是一個 要去開闢一條路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所以其實那個難度會 會有點 會有點大 但是這也是 我覺得有意思有趣的一個 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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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吧 所以其實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不斷在激發我自己在往前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去去挑戰一些新的東西的一種 一種很很很很強大的一種動力 嗯 今天的服裝其實是 嗯 來自於古師米凱里的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盡興的設計吧 呃 這樣的 呃 刺繡 那 呃 它是把東方跟西方的這樣的一些 非常 呃 誇張的一些元素 呃 運用在了同一套禮服上面 所以你在這套禮服上面 可以看到東方的這樣的非常的 呃 有一種戲劇感的 以及西方有一種宮廷感的東西 而同時融合在一起 嗯 我不想說這話了 呵 因為我之前其實講過很多次什麼 什麼粉色頭髮啊 什麼 什麼蘋果綠的顏色呀 或者是 蛋糕裙啊 但其實後來都被我自己一一打臉 所以我 我 我現在不敢 輕易的 說 哎 什麼東西是不敢嘗試的 不想嘗試的 啊 啊 被踩到其實我覺得不算是什麼 不算什麼特別 嗯 因為好像 如果你穿很長的那個裙板裙子 被踩到機會其實很大的 那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呃 在 在 尤約那個 大都會博物館裡面 其實你穿著那個 那個很 很 很 很誇張的衣服 然後去看那個展覽 其實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 呃 經歷 因為其實以往比如看展覽什麼的 都會穿的可能比較舒服 比較 簡單的一些衣服 但是 穿成這樣子去看一個展覽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還 還蠻有儀式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 這個經歷對我來說 會是難忘的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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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許我會 我會想說有一些 中國的元素的一些 主題吧 嗯 我覺得應該 應該不出意外的話 應該是 快了吧 因為已經在一個 接近尾聲的這樣的一個 製作 製作周期當中 當然會有吧 對 其實 嗯 還是會有一定的 延續性 但同時我覺得在這個新的專輯當中 因為已經 又過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一定會是在這個 一方面的音樂 一方面是視覺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時尚還有 甚至是藝術方面 我覺得會有一些 呃 可能一些新的嘗試和突破 嗯 好 謝謝 嗯 謝謝